你要是還不會畫線條 那你永遠都入不了數學的門 不同的畫面的表現 它的線條也是不同的 像那些牛逼的大佬畫的線條 總是能夠表現出畫面的生動感 而很多同學念了十天半個月 卻還沒入門 那到底如何去畫甘比數學中的線條呢 今天試驗一個視頻打破這個信息車 我們的線條分為以下的幾種形態 第一種最常見的直線 第二種呢折線 第三種呢曲線 你像什麼抖線啊 植物線啊 它其實都是涵蓋在折線和曲線裡邊的 那麼直線的話分長短 長的直線的話呢 有的同學在畫的時候呢 我的手臂這樣動了 它就畫得歪歪扭扭的 手指和手腕是固定的啊 靠我們的手肘去發力 這樣的話我們畫的線條呢 它就會長 那麼這是以快速的方式 也有以寫的方式 去慢速的去畫 有同學他畫這個直線的時候 趴金森啊 這個線 抖得像這個心電圖一樣的可嚇人了 就是你的手一定要平穩 就以寫的方式去慢慢的去拖動它 你會看到我的線條 它是有一些輕微的抖動的 就是如果說你刻意的去抖動的話 這就是抖線了 它的應用範圍適合的場景會不一樣 適合畫一些波爛線 一些這種褶皺紋理 這一種慢速的直線的話 畫面的效果呢 它都是比較自然的 那麼快速的去拉線的話呢 你比如說金屬上面的 這個反光比較明確的一個圓柱體 我就可以快速的去拉一些線條 這一個反光的質感去給它畫出來 當然如果它是木頭的話 你可以帶一些抖線 去表現這種木頭的紋路的感覺 好 第二就是我們的折線部分 那折線實際上就是用到一些 小短線變換角度 從而形成的一個有角度的線條 你比如說我這裡畫了一個樹的枝壓 我可以用到一些折線 去畫這個植物的樹幹 你比如說我畫一些這種碎的紋理的這種石塊 對吧 這就是用折線去連起來的 它本質上都是一塊一塊的 這種小的短線條 畫這種牆面的一種這種紋路的時候 你比如說這個是路面 這個路面我們是橫著的 這個牆面的話 我就用折線去模擬這個斑紋 上面的這種激勵感 後面的折線是比較密的 所以你會看到我在畫這個牆面的時候 用到的折線 它其實就是小短線 當然我們用折線也可以運用到一些什麼呢 植物的輪廓上面 畫那一種非常概括的在遠處的植物 我們可以這樣去畫 就好比這個樹 是吧 我們給它加上這個樹葉 用這個折線去畫這個葉子 然後裏邊呢 我會用到一些小的直線 這樣的話 這個葉子上面 還會形成一個剪影關係 當然折線的話 還會運用到很多地方 特別是一些地板 一些這種小的網片 磚塊呀 等等等等 我們要學會去舉一反三 去畫很多案例出來 好 那我講曲線 曲線的畫運用的方式又多了 像這種彈簧一樣 基本上是一筆成形的 對吧 比如說這個是植物的一個輪廓 我們用到一些曲線 去交代它的疏密 相互去繞 這也是曲線的一種漸變 注意啊這個間距裏邊 這個縫隙它是有大小之分的 縫隙越小 它顏色會越密集 所以畫曲線的話 我們只要保證什麼呢 我們的手指 它有一個上一下的一個韻律 像這個跳舞一樣的感覺 你的手臂也是不動的 特別是你的手腕 一定要帶動你的手指 這樣去扭曲的去畫 這個時候 我用這個曲線去畫這個植物 這種草叢堆的感覺去畫出來 你比如說植物的話 就會用到這種W線 或者是正位到V 它都是在營造出植物的這種形態 在畫的過程中 有的同學畫 他把所有的這個圈圈 都畫成一樣的小 這樣的話就會很雷同 很拘謹很呆吧 在畫植物的時候 這個弧度有大有小 有極的有緩的去畫這個植物 門底下這裡的影子 可以用到小短線 小樹線去畫 對吧 然後這個面 我可以用到一些折線 對吧 我把這個防止牆面的這種質感 我表現出一部分來 好 然後呢 我這個地方來一點影子 用這個長線去拉這個影子 好 在後邊呢 你可以再畫一些 用這個自由曲線 去畫這個植物的形狀 這種小橢圓 就是畫小圓圈的方式 它也是一個很能夠鍛鍊 我們能夠控線的一個能力 特別是畫一些這種花瓶 以及一些水桶 包括水里的這種小的銅錢草 荷葉 都可以這樣去畫 其實一張好的速寫 它無非就是直線 折線 曲線 相互去 相輔相成 去給它表現出來的 很多一些元素 它都是建立在這一些基礎的 直線 折線 曲線 這個上面的 所以我們基礎的好壞 直接會影響我們的一個 最終的一個畫面的效果 好 那我們的線條 我們可以應用到哪些方面呢 你像畫一些小房子啊 或者是畫一些植物啊 畫一些這種小場景呢 我們都可以運用到這些線條的組合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去畫一個小的房子出來 我們首先要記住一點 用到我們的鉛筆 大致地勾出來 外輪廓的框架 這個很重要 第二步 我們先去畫外形的一個長線的框架 畫的時候看準這兩個點 兩點確定一條直線 我們通過手臂的擺動 我們去連線 然後上邊這裡我可以搭建出瓦片來 這個是用小短線 這個裏邊的結構呢 去加一些排線到裏邊去模擬它的陰影 朝不同的方向 用小短線去畫它的暗面 在畫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從局部推移的去畫 先去用長直線畫這個局部的框架 然後裏邊的結構 用到小短線去把它的形畫出來 你看朝不同的方向 去畫不同的疏密的小短線 上邊的話如果是我用竖線 那麼底下這一塊呢 我會用到橫線去表現 控制好用線 把這兩邊的一個透視傾斜方向 我們去畫出來 先去建立好這個基本的框架 把這個形勾出來之後 我再去畫上邊的一些結構部分 像上邊擺放了一些小的雜物 對吧 我可以把它勾勒出來 顏色比較重的地方 盡量用小短線 投影部分的話呢 顏色會比較重 所以我畫的就比較密集 底下來你看 我們可以稀疏一些 就是讓它有一個漸變 包括後邊的一些小的一些雜物 我都可以先畫出來 再去畫這個背景 你看這種框架線的話就是 我們要敢於去拉這種長的直線 盆栽上邊呢 我們種了一些植物 這個時候畫植物的時候 我用到一些曲線 也是小的這種連貫的曲線 植物的輪廓它的走向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就畫成什麼樣子 那麼投影部分的話呢 因為我們上邊的投影是用的直線 那麼我們底下呢 這裡的投影我們可以用到一些曲線 根據畫面的整體的節奏去安排它 好這個上面我們用到一些斜線 通過這些斜線 我們去把光影效果模擬出來 我們把這個植物的輪廓 用這個曲線勾勒出來 但是在畫的過程中 需要注意它的穿插 以及葉片的一個方向 這個是用到曲線的一個組合 就這些曲線是比較自由的 強調它的疏密關係 我們去引導它的一個走勢和變化 這個前邊的這些小盆栽 我們有一些高低錯落之分 在後邊的植物 你看用到一些小的快速的小短線 很多同學在畫這個陰影的時候 它會如何去畫呢 特別是這個木頭 上邊我們要去畫它的一個陰影 很多同學為什麼畫著很石板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一個木頭 直接去圖 結果把這個陰影畫得特別的生硬 石板 就是你把它當成一個小的色塊 它是由一個面構成的 我們用一組一組的小短線 就是注意好線與線之間的間距 這樣畫出來的線條呢 它在比方鬆動透氣 否則的話你重合太多的話 就會覺得這個地方第一是石板 第二是亂 整個上邊呢 我們用到這個鋼筆的這個側面 把這個防止的木紋的結構順帶一下 然後頂上這裡的影子也是用到小短線 但是我畫的時候注意 有同學雖然說他畫得很工整 但是會出現一個問題 他就是把所有的這一些陰影的這一個線條 都畫的一樣的整齊 就是雖然說我的間距控制好了 但是我這裡都很平均 就是我在畫的時候呢 一定要控制好這個地方的一個起伏 就是不要讓這個末端形成了一條直線 它這個影子它是根據表面的結構 它是會產生一定的起伏變化的 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所以在結構上面呢 它也是有變化的 就是我們所有的線條一定是圍繞著畫面的變化和關係去走 那麼我們畫好一張書寫 它並不是所有的地方 我們都是用排線和這個直線去畫 它一定是由這麼一些東西做成的 曲線是吧 直線以及畫面的一個折線 而不是說單一的線條 我們只畫單一的地方 這樣的話就會很生硬 綜合去運用到同一個局部裡面來 好 那麼這個小房子我們就畫好了 我們的所有的線條都是為了我們的畫面去做服務的 那麼我們需要學的更多一些 也包括我們用美工筆去畫一些丁字線 去畫一些更加有張力有變化的線條 那又是另外一說了 就好比這一類的畫 對吧 我們畫面中有一些線條的粗細變化的 我們可以放到系統幫給大家去講解 想加入系統幫可以主頁聯繫思源 那麼本期視頻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數學小知識 關注視頻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